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逃亡时代 资本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今天我们请到了深通快递的董事长陈德军 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快递行业的群雄逐入 当然在请出陈董事长之前 我们首先认识在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特约观察员 在我左手边的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掌握传媒的联合创始人简芳老师 大家好 在我右手边的这位是资深的媒体人包志明 欢迎您 大家好 所以首先请问两位 一 你们对深通有什么样的印象 二 对我们今天的陈德军董事长 最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深通简直就是和快递是一个意思 你就不用解释这是一个什么公司 所以知名度非常的广 但是第二个也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好像没什么特点 深通和其他的快递有什么区别 您将怎么样去建立他们之间的差异性 深通快递公司就是非常的低调 很少跟对外做非常广泛的宣传 所以这次深通也是 其他快递公司里面最早 有计划IPO上市的 所以我最关注的问题就在于 他们IPO之后拿了钱是想干嘛 然后快递业跟中国的资本市场 做结合之后 会给中国整个的快递这个行业 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好 谢谢两位的问题 那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 深通快递的董事长 陈德军先生 有请 陈德军 浙江铜炉人 深通快递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快递协会会长 1993年 23岁的陈德军 和家人在杭州创业 从几辆自行车起步 经营上海和杭州之间的 报官旗舰直送业务 随后陈德军成立了 上海盛童实业有限公司 也就是深通快递的前身 多年来 在陈德军的带领下 深通一直引领快递行业的发展 是国内最大的 民营快递公司之一 欢迎陈董事长 欢迎欢迎 我这个说一下我的感受 这是我第一次见陈德军董事长 我对他的两个酒窝印象很深刻 让他觉得很有亲和力 如果陈董事长 您亲自送快递上门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们明天上午就有这么一个活动 明天上午您就要送快递 对 那刚才其实我们两位也是 对于深通对于您都提出了一些这个问题 包志明说 他觉得深通之前都挺低调的 接下来是不是要决定高调了 那我们检方老师说 觉得这个深通明细是有了 但这个特色不足 我认为就是说在 做事上面要高调 做人上面要低调 这一句话 那我们坐下来可以细细地聊 我们想请这个陈董事长 来给我们简单地梳理一下 目前快递行业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这几家 它的差异在哪 它的特色在哪呢 从整个行业这一块上面来看 中国基本上有三大格局 第一就是说是国营企业 我们叫中国邮政 中国邮政它主要承担的是一种 义务一种责任 它这个公司必须是要存在 还有一种就是说是顺丰这种格局 做了比较 所谓精致一点 高达上一点 还有它可能再做了一些冷链 配送这一块 也做了非常不错 还有一种就是像我们 因为我们公司 我们生通这一块 做了比较早相对 做了有93年开始起来的 做了20多年了已经 您当时在1993年的时候 怎么会想要开始做快递呢 不太穷了 当时其实应该说也有很多选择 原来一开始是帮助人家 在做一些这个曝光清光公司 比如说杭州某家公司 通过这个邮政呢 它很难丢天 很难去跑到上海 来帮它来做一些这个 丢天就能到 极建 那么我们呢就帮助一些 是企业里面养的这一批人 有些这个船务公司啊 公园公司啊 养了我们这一批人呢 以后呢就是说 我们专门去帮他们去做嘛 给你比如说500块钱一个月 800块钱一个月 比如说 就是说专门去帮他们去跑 去跑海关 明白 据说您当时骑着自行车 在送快件的 你当时自己送对吧 是 那么后来呢就是说呢 也有了这个圆通啊 中通啊 运达来 所以说前段时间 很多人在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好像都是这个 这个商通一达 好像都是同路人一样的 同路邦啊 对 同路邦 深通 原通 中通 运达 被称为快递业的三通一达 他们的老板如出一辙的 都是浙江同路人 民间戏称快递同路邦 细细盘点 他们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深通快递可以说是 最先进入快递行业的带头大哥 陈德军 陈晓英兄妹为核心人物 1999年 陈晓英曾经的小叔子聂腾云 成立了运达快递 2000年 陈德军的小学同学张小娟 劝木材生意亏损的丈夫郁未娇 创办了圆通快递 两年后 与他们一同长大的赖海松 又成立了中通快递 十多年过去 曾经帮护扶持的同乡 如今已变成商场上的禁定 陈德军又是如何看待目前的竞争格局的 作为同卢邦三通一达的带头大哥 深通与其他几家公司的关系如何 激烈的竞争又是否会影响他们的老乡情呢 就是说对于我来说 我是怎么样的心态呢 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愿意去帮助人 去帮助一个人能够成长的一个人 所以说后来就出现了 比如说远通 中通 愿意打这么多公司 所以这个是三通一达 也是说是这么一个体系 我们这一块的业务有点相同 主要在做的一些是阿里 京东 比如说淘宝这一类的业务为主 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布局里面 深通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从业务上面来说 深通这么多年来 还是排在110000的这么一个位置 因为深通本身它做得比较早 它底蕴比较深 比较厚 你刚才说排名是比较靠前 这个牌是根据什么牌 如果说我们简单来说 去年2015年整个中国的快递件 已经200多亿件 那么如果说200多亿的盘子的话 按您刚才说的 其中深通大概又切掉了多少 深通一达应该是切掉了大概差不多 将近是60%多的左右的市场份 60%多 那很高了 那其中深通呢大概占到 深通大概在16%左右 也就是一年有个30多亿 30多亿件 这样的一个规模 深通可能最早占比可能更大 好像陈总 你们最早高的时候到过20级吧 我们最早高的时候 要达到过整个行业的 22%到23%左右 对 当时深通是比较一家独大 那么现在可能说 随着各家其他的一些措施出来 各家其实各份额开始平衡了 对于近年来 深通市场份额有所下降 分析人士指出 除了因其更追求服务品质 不单纯看重业务量 更有其他原因左右 其一 大势所趋 数据显示 尽管各家快递公司都在快速增长 但行业增速已经开始放缓 行业增量不增收 企业经营压力加大 其二 后有来者 近年来 圆通大有赶超知识 节目录制后的7月28日 圆通成功借壳大洋创世 成为中国第一家 登陆A股的快递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圆通是最早一批 意识到互联网家 是时代潮流的快递企业 首次融资 就选择了阿里巴巴集团 那么在上市上 来不及拔得头筹的深通 又该如何在服务提升上 获得领先呢 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服务 其实我觉得 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说 大家对两件事要特别敏感 一个是价格 一个是服务 从服务上面来说的 对于这个行业里面呢 是比较困扰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呢 因为从整个这个行业上面来说 这个快递呢 这一块最近 特别是最近这个三五年里面呢 它的增长的幅度很快 一些优秀的一些人呢 就是说呢 很少会愿意到 这个末端去做这个快递员 那么这一批快递员呢 基本上的这个人权呢 来自于两大的人权 第一个就是说是 来自于这个城市里面的下岗公路人 第二呢就是说呢 来自于这个农村里面的 剩余劳动力 而作为像这个 享受这个快递服务的人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 这个白领的这种阶层 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 一个服务人员和一个被服务人员 这两种人员呢 这个本身就有一些差距成长 所以呢这个差距呢 就是说呢 很难会达到就是说 像一些被服务人的一些需求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呢 以前呢就是说呢 我们看到这个快递在淘宝上面 我们在阿里上面 在天堡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买一个茶杯 它上面会写明的 比如说这个茶杯 比如说是100块钱 快递费10块钱 比如说 那么电商呢 今天呢他说他今天卖了5000个茶杯 5000个茶杯的话呢 他跟快递公司来讨的 你必须给我5块钱一个茶杯 给我发掉 消费者来说 他说我认为这个茶杯是100块钱 快递费10块钱 我应该来享受这个10块钱的这个快递服务 所以其实怪不得很多人说 现在在这个电商平台上 有很多商家 他产品不赚钱 他可以赚快递的钱 对 那么如果说之前像顺通 因为他价格高 他再降一点 他还是有利润空间的 但因为顺通的价格 他已经是比较低了 所以他真正在降价上 他没有太多的利润空间了 那提高服务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对于 我们自己公司来说 会采取这种外力 内力 再加上产品的多元化来做 我首先谈一点 就是说如何来介入这个外力呢 像我们公司目前来说 有差不多有将近30万人 30万员工 其中在这个转运中心的 等于分波中心的人员 大概在8万人左右 借助资本的力量来 帮我们来实现 转运中心的一些自动化 那么转运中心自动化分解以后 我们的转运中心 这个8万人可以 我预计在上一年时间 可以降低到大概在3万人左右 可以减掉5万人 第二种就是说 我们在整体的运营上面 这一块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 车辆 运营车辆比较多 那么这一块东西如何跟铁种这一块做一些衔接 第三块就是说通过一些科技的一些创新这一块 从IT这一块 如何去改变一些现有的一些生产的一些模式 原来就是说都是用一些小汽车在配送 同时就是说再多开拓一些这种新的产品 比如说像国际 仓储 冷链这一块 所谓我们提升服务质量 像我们知道 像生通跟顺风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那顺风的模式可能它的网点自营比率更高一点 而生通的话可能是加门商 因为你们也是最早采用这种模式 加门商会更多一点 那么我们看到是从前两年开始 原通它提升服务质量的做法 就是开始逐步地把原来的加门商 开始逐步变为自营这样的平台 来提升自身的一个服务质量 您认为这一块的话 那个对于你们服务 就是说生通未来会不会也是这么做 然后能对你们的服务品质的提升 能带来多多少益处呢 生通在快递行业内率先引入加门模式 此后这一模式已经成为了 快递行业发展最为普遍的组织架构 在全国前十大快递公司中 目前除了EMS 其余基本都是采用加门与直营结合的模式 包括一直以直营模式为卖点的顺风速递 亦从去年开始尝试加门模式 加门模式让快递行业得以低成本 迅速扩张规模 网点也在加速扩张 对于业务扩张 加门模式优势明显 但是对于服务提升 加门模式又有其劣势所在 对此陈德军怎么看 我认为就是说 我认为都没有太多的一些错误和没有绝对的证据 如果说站在我的角度上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我更倾向于去怎么来做呢 就是说让所有的从员工开始到各分公司的老板到区约公司的总经理 我倒愿意就是说都让他们自己去做老板 自己做老板 就是加门 对 让他们自己做老板 我更倾向于这种模式来做 因为在我们中国呢 就是我在想 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呢 他都非常愿意的去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我做的怎么样的话 我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我就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就是说 基本上采取这种加盟的模式 而整营的模式在于在哪里呢 就是说呢 整营这一块呢 我倒建议就是说 科技创新的板块 运营板块和分拨中心这一块 这几个大板块可以采取完全是整营的模式 我能不能吐一点槽啊 就对那个快递业 哎呦 我就是那个痛苦啊 从那个接到那个电话的那颗起 本来是 喂 您好 然后里面一个声音一出来 我得必须把那个手机往外怼一怼 那个声量大的呀 哎 检判吗 那个检方的方字 经常给我建成检判 那我刚才从陈总的描述当中 我理解到 可能有一些从农村出来的这个快递员嘛 他在语言观上可能就没过 就他一口相音 然后他在电话里面 又是如此的这样的一种嗓门的这样的一种 对我耳膜的攻击 然后很奇怪 他会经常用这种非常暴躁的语气来责怪你 你为什么不写手机 你为什么这个家庭住址不写拳 你为什么就是他在责难我 陈总肚子里面肯定在想 你都付两三块钱 你还经常说不要快递费 叫人家包拥 你还想拿什么服务啊 你二十块钱想买劳力士啊 对吧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 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那个快递员啊 会给你这样的一种不安全感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是比较 对门到门啊 特别是到家里的那种 我是有一些忧虑的 还有一些就是经常经常遇到 就是不在家的这个事情 不在家的事情 其实是对快递公司 对快递员和对收件人 都是一种成本上的浪费 那么来回打电话 会有说在开会没接 或者怎么样 各种矛盾 有几点呢 我们也在做 正在做一些这个改进这一块 我前面有提到过 就是说是关于这一批的服务人员 因为他每天呢 可能会承受着比较多的一些压力 所以说会导致了一些情绪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 对于我们 从我们自己深通这一块来说呢 无论从这个VIA形象这一块呢 我们都在 特别是在今年这一块 做很大力度的在做一些调整 那么在培训上面这一块呢 也在做很大力度的 在做一些这个 每个省 每个地区都在做全面的一些指导 安全 包括培训这一块 同时的就是说呢 解放老师前面谈到的就是说 如果说人不在或者是怎么样 现在有很多这个社区小区里面 有提供了有这种自提柜一样的 就是说有这个发一个短信啊 或者微信啊发给你 比如说你的密码是多少 可以到自己各场面去提 那这一块东西呢 是我们几家公司 共同联手来打造出来了一个蜂巢 我看到是您跟这个顺丰一起 是吧 联合投资这么一个蜂巢科技 对 叫蜂巢科技 因为一开始呢就是说呢 关于蜂巢这个事呢就是说呢 原来顺丰呢想自己来做 自己来做呢 他感觉资产太重压力太大 后来呢我就跟王伟 就跟这个顺丰的这个老板 两人就跟他两人聊了 然后谈了大概谈了上次 我决定下来了就是说 我说把这个中通啊运达什么啊 都想一起来往 一起来做这件事 包括当时那个普罗斯的 普罗斯那个老板也在 所以的股权比例呢 还是我在定的这件事 主要超多呢是运作这一块 是由顺丰来运作的 那蜂巢这一块呢 就是说最近这一两年里面 在一些社区 一些这个写字楼里面 普罗斯还是比较快 是这样 就是说关于最后一公里 这个问题上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 一个现象 像你们和顺丰还有中通 所建的那个蜂巢 那个蜂巢网络 蜂巢科技 它是不包括原通的 目前三通一达 发展模式相似度极高 普遍依赖电商平台 彼此间产生了 不可避免的同质化竞争 与此同时 国内快递业洗牌态势加速 四家公司的关系也产生了变化 开始从竞争走向竞合 微妙的是 此次由顺丰 深通 中通 运达 共同创立的蜂巢科技 原通却没有参与 这其中又有何原委呢 然后我又发现 今年在五月份的时候 原通宣布了他自己的一个 最后一公里的方案 他的方案跟你们建自建柜 那个方案还不太一样 他就是说 我通过他自营的那个 分拨中心跟转运中心 然后呢 他就把各个下面的派送员 给细分化 然后说什么大学生啊 那种夫妻店啊什么 都可以加门进来 但是每一个点 每一个派送点 它的覆盖范围会变成比较小 但他的把量给 给那个做起来 然后可以 这样也可以做到 就是说 比如说措施 就是说 有人不在的时候 我也能就是说 放在我楼道的某个人家里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是某个大学生的方案 但是他对于这些点 他是通过他自己的那个 分拨中心去进行控制的 您怎么判断一下 你们这两种模式的 不同之处呢 我认为在这个模式上面呢 都没有太多的 没有太多的这个好与怀 那当时源通没有加入 这个风潮科技 是不是是因为 你们当时在模式上 其实是有分歧 所以没有 他们没有加入进去 是的 那我们就说说您自己好了 从2015年年底开始吧 应该说这一波的这个 快递企业的上市浪潮 第一棒 应该是从这个深通打响的 你就深通在上市之后 最需要改变的 会最需要花钱的地方在哪里 比如说你看顺丰 它有自己的这个飞机 那源通应该说是 我看具体的资料是去年 也是一口气买了15架飞机 在组建自己的这个航空战队 因为在用飞机这一块来做 现在像我们这个商通一打里面 在做的这个市场这个价格 是支撑不了这个飞机的这样子一种 在运行的 所以说我希望是怎么来做呢 就是说呢 真正的就是说是能够有一天 每家企业都通过资本市场 数字化了以后 大家都有价值了以后 采取是否可以做一些 这个大的一些整合 比如说上面成立一个大集团 集团下面再成立 比如说某一个分公司做高端的 某一个分公司做冷链的 某一个分公司做仓储的 某一个分公司做这个电商的 某一个分公司做这个人资的 某一个分公司比如说做一个 这个自动风波的分检的这个体系 把它全部把它整合起来以后 那么如果说把一些大的转源东西 把它有效地利用起来 比如说你这个平台 你这个公司也可以放到 这个里面来冲转 你以后做冷链的 也可以放到这个里面来冲转 它的效率就会提升很多 再次感谢各位 收看我们本期的中国记忆者 感谢陈董事长 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